第一批BNT疫苗拍板 让12岁到22岁先打 但下批BNT来 难道又是第二类大官 先强打虎视眈眈 先开资料 8月底前归在第二类的官员们 也打掉27万多剂的AZ 也优先施打9万多剂的莫德纳 但大官打高端的 却只有可怜的零头330剂 大官们都替高端来拉台来护航 那为什么这些中央级地方的 第一线防疫人员不打高端 他们才应该打高端 如果高端真的那么好 就表示他们也直打 他们不要打 低批200万剂的BNT 连学生施打都还不够 百姓苦等下一波BNT在党说 爱抢打疫苗的第二类大官 应该统统闪开 全世界的做法大概只有 大概就是一种 就是第一个医护人员优先 就没话讲嘛 医护人员要保护我们 接下来就是年龄 因为年龄其实就是按照风险 风险越大的先打 就是年纪大的先打 那这样就解决了 BNT愿意明年优先保留 三千万剂疫苗给台湾 但明年只买两千万剂 莫德纳的蔡政府 到底有没有努力争取 量稍微多了一点 因为我们才两千三百五十万人口 那这两个来 那只有打一剂 然后打第三剂 那还要知道说 到底专家对第三剂 要打到多密集 或时间要牵隔多久 这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那你明年定两千万剂 会到多少你知道吗 你有保证吗 他有告诉你 什么时候进段了吗 通通没有嘛 那你多定一点会死吗 我自己就不解这个道理 说你应该定一亿剂 一剂算一千块钱贵的 也不过就是一千亿嘛 整个纾困花了八千亿 那如果你有疫苗 大家都打了不知道 都很安心 经济能够起来 就能够兴旺 就不需要纾困了吗 你现在就是本末倒置嘛 从疫苗分配到疫苗采购 民怨四起 无言瘴气 蔡政府要到何时 才能把百姓的话听进去 记者杨琪浩 徐光豪台北报道